羽辛草這個藍綠菌 它要從營養細胞變化 分化成那個異形細胞 那這個細胞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考理你知道 陰營細胞跟營養細胞有什麼差別 那個差別就是你從營養細胞 要變成異形細胞 過程中要發生的 好我們來看 細胞比有沒有加厚 有 你看文章 因為裡面有固氮酶 固氮酶是固氮很重要的酵素 它很重要也耗能 可是它怕氧氣 氧氣會讓它氧化破壞 所以怎麼辦 它必須要有 哇 三層厚的細胞幣 來阻止氧氣的進入 所以它起成很厚很厚的細胞幣 所以A選項有了 A選項就是 它的細胞幣要加厚 防止氧氣進入 所以A選項對了 B就跟著對了 我們的細胞幣真厚了 所以氧氣沒辦法進來 來保護你的固氮酶 好那私選項呢 呼吸中是上升還是下降 其實文章有提到 有的在哪裡 呼吸中要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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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有看到嗎 好在這裡你看 附近的擴散進來的氧都被這個 B型細胞用有氧呼吸把它耗掉 所以有氧呼吸不但沒有減少可能還增加喔 為什麼要增加呢 耗掉氧氣讓氧氣濃度下降以防你的固氮酶 以防你的固氮酶被氧破壞 所以ABC都在維持你的異型細胞 氧的濃度不要太高 因為固氮酶怕氧 好所以這題C是有的 好豬選項可不可以合成那個葉綠素呢 當然可以囉 因為這個異型細胞一樣可以行光合中 其實文章有提到了 好這個 異型細胞在行光合中的時候不產氧 但它會行光合中嗎 光合中需要吸收光能 所以異型細胞一樣有 用葉綠素來讓它可以行光合作用 所以這題的豬選項是可以合成葉綠素行光合作用 所以豬也錯了 好剛二十也錯了 好再來看醫學項 它可以阻凍運輸排氧嗎 不行 氣體沒有辦法阻凍運輸的 如果你藉個膜 你要把氧氣阻凍運輸打出去 它很快就擴散進來了 因為氣體的擴散是簡單擴散 攔不住的 除非你增加細胞幣 如果你增加細胞幣的厚度 你也沒辦法阻凍運輸 因為被擋住了 細胞幣被擋住了 所以氧沒辦法阻凍運輸 氧沒辦法阻凍運輸 你只能阻隔它 你一阻隔了 你也沒辦法運輸 又被擋住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阻凍運輸氧的 氧可以簡單擴散 打出去馬上就擴散進來了 浪費能量 所以這零一是錯的 好 以上是月頭成天地試題 當然就有AB隊 其他都有不對的地方